人为贪财身先丧 毛毛骗钱命早忙 好的傻子来取巧 美国监狱同肯调 众口难调 粉丝有的说 我不爱看郭文贵这帮烂事 他都进了监狱 都烂到监狱里边了 有人说 我不爱听经常诗 每次都是这一首 众口难调 各位 我得综合各位的 这种不同的需求 咱看看哪一批的人 比如说郭文贵的话题 大伙不爱看了 自然也就没流量了 自然我也就不说了 因为以前 说郭文贵说了好年 那是因为公益事业 因为要揭露这个骗子 把他给弄到监狱里边去了 如果大家不爱看了 我也就不说了 可是最近来看的话 大伙还是爱看 爱看的话 咱就接着说 一个是满足粉丝的需求 一个是做公益事业 对不对 所以您说喜欢看的 您就多看几分钟 不喜欢看的 您就看别的话题就完了 但是千万不要试图 用您的这种喜好 来做本台的导演 那就有点大头正了 我是对这种人 我是极不客气的各位 好吧 言归正传 咱们说郝海东 对蚂蚁帮 进行了总攻 一个是把老班长打倒 老班长不用打 他自己就倒了 对吧 再一个就要总攻长倒了 这帮蚂蚁帮里边 还有人在做梦呢 说川普上台以后 一定会把我们的七哥放出来 关于这个事 我给大伙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实在的川普他也得顾及自己的名声 在历史上的地位 他怎么可能呢 像那个什么 那个霍牙缝隔壁老王说的一样 怎么可能把郭文贵放出来呢 但是实在是不了解美国的政治 这帮傻缺蚂蚁 说这个法庭不让说三件事 SEC的退款 8%的手续费是SEC收了的 不让说 是吧 那意思美国政府收我们钱了 七哥的正币正在申请中 这意味着七哥只能在美国待着 哪也去不了 不让说 我说你等会吧 这不都是事实吗 说这个对七哥的诈骗案有帮助吗 说这个七哥傻到骗钱 只能在美国花 明知道中共和卖美贼24小时都盯着 随时要弄死他 为什么七哥在美国骗钱不跑呢 他问题是七哥跑不了啊 他往哪跑啊 再一个七哥如果不骗钱的话 那分分钟那个中东王子弄死他呀 那七哥就是属于两头堵 对吧 所以那七哥只有困死到美国了呀 就这个现实情况吗 说正币申请期间一定不能触犯刑事法 罪名成立随时被中共引渡回大陆 这个法庭也不让说啊 你可别忘了 罪名成立的话 按照美国的法律 你七哥要做完200年牢才能引渡回大陆呀 但是最有可能的得是七八年以后 甚至是十年以后啊 才会引渡回大陆 现在蚂蚁们不用担心啊 所以这些傻缺蚂蚁啊 这还是个母的 一看头像还是个母的啊 这些核心不让说 你觉得庭审结果能公正吗 七哥和中国的司法超限战干了八年 美国司法部才给七哥开了一条小缝 让陪审员参加审判 这条小缝让我看到了 七哥和家人们为灭共受到了 无以言表的不公和委屈 美国的司法因中共的渗透滋生的腐败 不灭共 七哥身上的不公 很快就以火箭般的速度降临到我们身上 不是 这个母蚂蚁的意思是 美国要抓这些黑帮成员了 那是因为没有灭了共 美国就是共什么 那干脆你们赶快起来 把美国政府灭了不就完了吗 这群傻缺呀 谁在拿郭先生的庭审结果 说七哥有罪制造恐慌 不让战友们做直播传播爆料革命 去国化战友们切勿上当 中共最怕我们这群觉醒的新中国联邦人温暖彼此 我们的焦点就是传播爆料革命 传播七哥的直播视频 这种傻皮蚂蚁 只有七哥出来才能彻底治得了他们 共产党 你完了 中国联邦宣言 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 康海东女士 还有叶赵英女士的 所有的关于他俩的股票的问题 你们再也不用回复 也不要问他任何问题 一切由我来处理 你不要再管这事情了 你们问他这事情 也不给我回复一下 你们乱问啥呀 刚才吓我一大跳 你问这干什么呀 这是我和他的事情 在我的家族基金的股票里面 我会拨股票给他俩的 你们不要再管 郝海东先生 叶赵英女士的事情 我们单独处理 好不好 未经我允许 任何人不要再给 郝海东女士 叶赵英女士 叶赵英女士 听到了吗 告诉所有投资委员会人员 一直以来就这样 他一直以来就这样 你说你七个容易吗 哎呀 他没够 没够 赵英和他两口子 没够啊 谭哲情 多了这事 太多了 卧槽 你牙给我疯的 你给我钱 你给我钱 你牙是不懂的 哈哈哈哈 这一茬还真旺了 这位朋友要不提的话 那个郝海东在西班牙 西班牙税收很高啊 那个鞋靶子老黑 坐油管 他说 哎哟 西班牙的税收啊 我还得 扣我一半多啊 郝海东 五十万美元 那要扣来扣去的 到他手里 就二十多万美元了 所以郝海东 跟了归孙 好多年 才弄这点钱 那能有够吗 各位 发起总共 机会来了啊 人家郝海东想了 把这个老班长 和长岛打倒 剩余的这群傻缺的 优质蚂蚁的韭菜 就归我哥了呀 是吧 我给七哥 扛了这么多年活 机会终于来了 是不是 捧着七哥的史带招就来了 我们看看啊 他总觉得 我是老班长 我说啥 你们三千个都得听 我微爆料革命付出那么多 我说的都是对的吧 我回到农场开会 老班长一再说 我坚决跟着七哥灭共 这三千个是错的 我告诉你 你跟我灭不灭共 不是我欠你的 很多人以为 我跟着新中国联邦灭共 七哥就欠我 我谁的也不欠 我再说 我说过一万遍了 我谁的也不欠 你有本事 别跟我别共 是吧 包括投资 你别投嘛 随时撤走 全人类上 只有一个GDV 还有G系列 你说退就退 你说了就走 但是就一样 你走的时候 把B留下 你走的时候 最好咱别撕破脸 你要出手了 我让你几招 我肯定我奉陪到底 是吧 这就是我们 拿着七哥 敲打老班长的话 老班长肯定是被打倒的嘛 是吧 这个 人家这个七哥确实是啊 人家七哥是诈骗 骂着就把钱给挣了 你不服不行 这帮蚂蚁 这帮傻孙子还骂不走 对吧 嘴上七哥说的 你说退就退 实际上呢 七哥是属母狗的 那玩意儿是带锁的 你根本就退不出来 对吧 好吧 发起了 对长岛 发起了总功 因为长岛啊 是属于物伤其类 吐死狐悲啊 他跟老班长 肯定是大骗子嘛 骗这帮小蚂蚁的钱嘛 他俩肯定是 共同的利益 是一个战壕里边的 所以呢 老班长 爆雷这个事儿 人家长岛说 哎 这个呢 不要凭空猜测 更不必谩骂 那都不是自信和 唯真不破的表现 嗯 是不是 说老班长已经辞职了啊 咱们就不要再 这个挖了啊 深挖了 因为深挖的话 那就把长岛和老班长的事儿 都给挖出来了 对不对啊 哎 所以你看了没有 日本的绝经的老骚货 老魔女 那是陶海东进攻的前锋嘛 他就说了 为什么老班长 咱爆料革命的事儿 已经发生 平时高谈阔略 喊口号的人 或者领导 没有任何评价呀 啊 为什么呀 这就是开始进攻长脑了嘛 哎 来了啊 来了 就是 蚂蚁帮的那个假医生 啊 就是什么病都让你吃青豪素的 那个假医生 开始进攻了 说狼狈逃跑 另有缘由 避风头是他的当务之急 需要捐款 维持隔空管控 缺资金了吗 哎呀 这是 假医生 开始冲锋 哎呀 牛叉啊 石头包嘛 因为假医生 也是那个 唐平的石头包嘛 啊 轻豪素 开响了第一枪 长脑也发起了反击啊 长脑是这么说的啊 你别污蔑了 医生二字啊 在我的概念里边 医生要有行医执照 且治病救人 为人善良 但这个医生 看起来是一直持续 不断的搅合是非 反联盟 反长脑的急先锋 没有任何医生 应该有的德行 这样的人 永远都不可能成为 受人尊重的医生 对比联盟医疗组的 几十位医生战友们 那差得太远了 这个时候 谁跳出来污蔑攻击 都不会给面子 给脸不要脸 用七哥的话说 没有爆料革命 没有战友的包容和尊重 你算个球啊 长脑骂这个蒋医生 没有执照 你算个球啊 但是长脑也不敢露面了 跑路了吗 只能是言语攻击了 这位伪类评价了 战友们头疼脑热 癌症晚期 艾滋病白血病 少胳膊少腿 掉牙掉头发 吃饭噎着 放屁特多 或放不出屁来 拉不出屎来 或者是夜里边 尿多尿少 香港脚浑身上下 搔痒 万般难受 一定不要忘了 服用喜国万能神药 清浩胡指啊 以后不用看真医生了 那样开药就行了 暴庙革命的假医生 现在 蚂蚁帮里乱套了 支持老班长呢 然后支持长岛的 支持好的傻子的 打起来了 你看了吗 这农场主说了 滚蛋 你怀疑就申请退款 问题是他退得出来吗 那属母狗的 那玩儿带锁 能退出来吗 是吧 你看这位战友说 我被踢出了 农场啊 哎呀 只要一质疑 就被踢出农场啊 哎呀 先回归生活咯 真心灭供啊 勇敢发言啊 就这种下场啊 这个傻缺 钱他是要不回来了啊 是吧 海太娘的回归生活了 傻缺啊 都快饿死了吧 海太娘天道 这种傻缺 听说长岛跑路了 听说 吊把3C的事交给了悟空 啊 就是那也不是3C了 就是那现在租那个破房子啊 那个办公室交给了悟空 联盟的事啊 交给了腰啊 自己好几天没露面的都跑了啊 全民打土豆 就是老班长啊 不是啊 狼狈为奸嘛 那意思贝哥跑了 不是啊 是没打土豆 之前人家长岛就跑了 知道吗 七哥一宣判 人家就跑了 也不是说没有人站到长岛这一边 长岛不是提拔了那个台湾的大牛 台湾的一群诈骗犯 现在呢 站到了长岛这边 一二三 中共不灭 战斗不行 爆料革命 消灭中共 败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中共灭战斗不行 我们坚信 中国共产党和卖美贼会在最合适的时期被消灭 共产党技术已经十日不多 take down ccp 共产暴政必灭亡 民主法治新时光 暴政不倒 革命不停 中共我们一直会用这么下山的人造队 但你一定会被我们消灭 被我们新中国联邦消灭 中共必亡 新中国联邦必胜 中共毕灭 胜利属于新中国联邦 中共毕灭 战斗不行 开 哇 台湾的这群傻缺诈骗犯 问题是现在他们天天搞这个什么HP生活圈 HP被关了呀 台湾现在果然成了他娘的诈骗之导了 这群傻缺们 他们占长导 因为长导提拔了他们进铁学组了 台湾大牛 在郭黑帮被定性为RICO犯罪集团之际 恭喜你晋升为铁学组的成员 一定要跟着长导 一路走到黑呀 哎这个台湾的粉丝朋友们 台湾应该是跟美国有着司法引渡合作协议的吧 是不是 台湾 把台湾大牛啊 能藏得住吗 美国如果给台湾大牛发了通缉令 能藏得住吗 你帮傻缺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